战绩一 张飞展的邓茂 关于展的陈远志都是虚构的 但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三国之先祖传记载 先祖帅其蜀从校尉邹靖 讨黄金贼有功 战绩二 张飞展的高升是虚构的 刘备摄伤张宝是虚构的 这违背历史 张宝在冀州巨陆军 刘备军没有攻击到这里 违背历史和不违背的 1比1 战绩三 刘备摄的孙仲是虚构的 演义里 孙仲在荆州南郡 这违背历史 刘备军没有攻打到荆州南郡的记载 2比1 战绩四 关于展的华雄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华雄是被孙监军杀的 3比1 战绩五 三英战吕布是虚构的 但并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裴松绩引用英雄去记载 备翼起军 从操董卓 虽然吕布在南陆军 但是你并不能排除 也许袁绍把刘备掉到了南陆军 战绩六 赵云就工村战占平文丑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戒桥之战前 工村战很强大 袁绍弱小 工村战是不会被袁绍军追得狼狈逃窜的 4比2 战绩七 赵云斩屈翼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屈翼后来是被袁绍杀的 5比2 战绩八 戒桥之战时 刘关张下退袁绍军 违背历史 戒桥之战是袁绍军胜利 退兵的是工村战 6比2 战绩九 马超斩王芳属于夸张型猜想 史书里面王芳结局不明 罗冠中把他送马超了 但马超请李门属于违背历史 史书里李门是被李绝杀掉的 7比2 战绩十 关于斩管害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贼为兵制 解为散总 管害跑了 没有被斩杀的记载 8比2 战绩十一 关于战绩林是虚构的 但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三国志先祖传记载 袁束来工先祖 先祖拒之于虚仪怀音 战绩十二 张飞展曹豹是历史 终于出现一个历史的了 但逻辑不一样 曹豹不是吕布的岳父 张飞也没有逼曹豹喝酒 战绩十三 张飞一百回合战平吕布是虚构的 背背历史 英雄纪记载 建安三年 布使人基金寓意河内买马 为被兵所抄 布 游士浅 钟郎将 高顺 北地 太守 张辽等 攻背 吕布是派高顺 张辽来打刘备 吕布本人没有来 战绩十四 张飞击退 宋献 魏旭联手是虚构的 但不违背历史 可能宋献 魏旭跟着张辽 高顺一起来的 属于分满细节 战绩十五 张飞请好门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历史上好门造反 被曹信砍了条胳膊 被高顺砍了头 张飞没有机会请他 十比五 战绩十六 张飞斩计零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因为袁树最后逃亡的时候 刘备军并没有攻击到袁树军 没有交战记载 也没有交战机会 十一比五 战绩十七 关于斩车咒是虚构 但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战绩十八 关于秦王中刘备情留待 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并没有二人被刘备军活作的记载 十二比六 战绩十九 关于击退许晃许主 是虚构的 但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关于在被曹军擒获之前 也许犹豫曹军激战的记载 但是土坡约三世是虚构的 关于就是正常被擒获 正常投降 战绩二十 关于斩炎梁是历史 但过程历史和演绎不太一样 正史里是张辽带的军队正面攻击炎梁军 关于迂回攻击了炎梁本人 战绩二十一 关于斩文丑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文丑是被徐晃军击败的 十三比八 战绩二十三 关于过五官斩六将 全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历史上关于从许昌出发 在汝南与刘备会合 不用精灵的五官 十四比八 我认为这一段不是老罗写的 是明朝家境时 郭勋手下的文人们改的 他们要斩孔 孟 含 西 王 战绩二十三 赵云三十回和战平徐主是虚构的 但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曹操确实亲自带队来汝南打得刘备 战绩二十四 赵云斩高篮是虚构 属于夸张型猜想 历史上高篮的结局没有记载 老罗送给赵云了 战绩二十五 赵云击败张和 张飞击败夏侯渊 关与击败越境是虚构 但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战绩二十六 赵云斩张武 张飞斩成孙是虚构的 且违背历史 在家境版三国演义里面 他们叫张虎成生 历史上是江夏贼投降了刘表 结局没有记载 小说里被孙策军斩了 后面又被赵云张飞再斩了一次 清朝人看到就会读转生了呀 就给起了个谐音的名字 把张虎成生改成了张武成孙 十五比十一 战绩二十七 赵云斩吕矿 张飞斩吕翔都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刘备在新野时 并没有曹仁带的吕矿吕翔来进攻的记载 十六比十一 战绩二十八 离点挡不住赵云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刘备在新野时 没有曹仁带的离点与刘备军交战的记载 十七比十一 曹仁部八门经佐证 徐述破八门经佐证也是虚构的 战绩二十九 诸葛亮出出茅庐 火烧伯望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历史上主帅是刘备 而且不是火烧敌军 是火烧自己的阵地为退右敌 而且不是胜仗 虽然击败了夏侯敦于静 但在离点来进攻的时候 刘备退兵十八比十一 战绩三十二 伯望坡之战张飞刺死夏侯兰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夏侯兰是被赵云深情的 投降了刘备军当军阵十九比十一 战绩三十一 诸葛亮火烧星野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刘备军是从凡城出发南下 与星野没有关系 更没有曹军在星野被火攻的记载 二十比十一 战绩三十二 诸葛亮水烟白河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二十一比十一 战绩三三 赵云在藏满坡刺死的淳于岛 夏侯恩 燕明 钟晋 钟声 以及武师元被赵云斩杀的将领 全是虚构的 但不违背历史 历史上赵云确实往北跑 救回了阿斗和甘夫人 但没有记载过程 演绎属于分满细节 战绩三十四 张飞在藏满桥猴死的下猴节是虚构的 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不太一样的是 张飞是把桥拆了 站在河对岸大喊 声势张义德开共决斯 战绩三十五 诸葛亮蛇战群儒是虚构的 但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细节 历史上诸葛亮确实作为使者去东吴联盟 我个人认为是诸葛亮和鲁肃诸葛景孙权合谋 来说服以张昭为首的怀斯派征伐系文官集团 战绩三十六 诸葛亮草权借鉴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因为历史上这是孙权干的 但目的不同 孙权那是意外 集中生智 二十二比十四 战绩三十七 诸葛亮借东风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有的说了 这属于合理猜想 错 历史上诸葛亮是士大夫 不会打扮成道士 你是太平道呀 还是天使道呀 合理吗 老罗这么写是因为罗关中疑似是张世成的幕僚 张世成的丞相叫李行素 他是全真道士 所以把刘备的丞相也写成道士 二十三比十四 战绩三十八 诸葛亮安排关羽堵在华荣道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历史上曹少总华荣道逃走 刘备军追赶 没追上 二十四比十四 战绩三十九 周瑜打南郡 诸葛亮用计占领了江陵 襄阳 荆州 三座城是虚构的 这都不能用违背历史形容了 这属于极度魔改 二十五比十四 战绩四十 诸葛亮用计占领京南四郡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历史上刘备与刘齐成子的身份去京南 京南四郡向刘齐军投降 不是诸葛亮用计拿下来的 二十六比十四 张飞击败的行道容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此时张飞跟着周瑜打南郡不在京南 二十七比十四 战绩四十二 赵云斩的行道容是虚构的 赵云深情的沉浸是虚构的 这属于合理猜想 在四郡投降前也许有少量的交战行为 战绩四十三 关于战皇中是虚构的 而且违背历史 关于此时在绝北道切断曹仁后路不可能出现在长沙 二十八比十五 战绩四十四 马超击败于晋张和曹红都是虚构的 属于合理猜想 战绩四十五 马超斩李通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历史上李通来救援曹仁死在路上 不是被马超斩的 二十九比十六 战绩四十六 马超内讧斩杀马丸梁信是虚构的 马丸历史上结局不明 被老罗送马超了 但梁信明确记载是被夏侯渊军灭的 违背历史 三十比十六 战绩四十七 赵云斩的周扇是虚构的 属于分满细节 历史上孙夫人确实要劫持阿斗去江东 确实被赵云张飞劫住了 战绩四十八 黄中斩邓贤 魏严活着冷包都是虚构的 属于夸张猜想 历史上二将结局不明 都被老罗给送了 战绩四十九 张飞深情严严 这个是历史 没毛病 只是分满了过程 战绩五十 赵云深情无意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历史上无意是主动投降的 不是被抓的 三十一比十九 战绩五十一 诸葛亮定计捉张任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张任是刘备军抓的 诸葛亮军参与了合围成都 没有参与攻击落成 战绩五十二 马超一个人打杨府兄弟八人 杀死七人 杨府重伤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历史上是马超军与杨府军交战 两军交战中杨府兄弟七人阵亡 杨府本人受伤 不是为马超本人亲手干的 三十三比十九 战绩五十三 黄中五十回合战平李延是虚构的 且违背历史 黄中永逸冠三军是猛将 宪政先登行的 李延又不是猛将 哪有能力和黄中这样的猛将战平五十回合 三十四比十九 战绩五十四 魏延交战马代 张飞战败马代 张飞和马超战平挑灯夜战 这全是虚构的 而且违背历史 历史上马超军从来没有与刘备军交战过 三十五比十九 战绩五十五 黄中斩韩昊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韩昊是曹操的禁军统帅 中领军 不是黄中斩的 三十六比十九 战绩五十六 炎炎斩的夏侯德是虚构的 历史上没有炎炎作为刘备军作战的记载 也没有夏侯德这个人属于违背历史 三十七比十九 战绩五十七 黄中申请夏侯上交换人质 一件重伤夏侯上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夏侯上没有被黄中抓住的记载 三十八比十九 战绩五十八 黄中斩夏侯渊是历史 但应该是黄中军所长 并非黄中个人亲手所长 战绩五十九 赵云斩的慕容烈是虚构的 而且违背历史 当时没有慕容这个姓氏 而且说他是文聘军 文聘军没有参与汉中之战的记载 三十九比二十 战绩六十 赵云斩的焦饼是虚构的 张和徐晃不敢迎战赵云 不违背历史 属于云别传中赵云一生是胆的细节分满 战绩七十 许主醉酒被张飞刺中肩膀是虚构的 但不违背历史 属于分满汉中之战的细节 战绩八十 魏严 涉中曹操的门牙是虚构的 我认为违背历史 曹操是正常的主动退出汉中之战 没有狼狈到被敌军追赶 被魏严涉中牙齿这种地步 四十比四十 战绩八十一 关羽 斩夏侯存 关平 斩翟园 都是虚构的 不违背历史 属于相反之战丰满细节 战绩八十二 庞德射中关羽肩膀 违背历史 历史上庞德射中的是关羽的额头 四十一比四十一 战绩八十三 关羽射死成和是虚构的 属于猜想 历史上成和的结局不明 被老罗送关羽了 战绩八十四 关平击退曹人 关平战平庞德都是虚构的 历史上关平只有一句话记载 就是跟关羽一起被抓了 死了 甚至关平是文官还是武将是不是压根没当过官都不知道 这属于分满细节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违背历史 战绩八十五 关羽击败蒋青是虚构的 我认为属于违背历史 因为与关羽军交战的吴军只有潘将军 潘将军里不可能出现蒋青 蒋青当时是右护军跟吕门同结 四十二比四十三 战绩八十六 关平击败丁凤是虚构的 丁凤是小将 出现在潘将军当中合理属于分满细节 战绩八十七 张包斩谢金是虚构的 张包夭折没有当将领的记载 更没有上阵作战的记载 谢金结局没记载 老罗把他送张包了 战绩八十七 关心斩李毅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怡陵之战刘备战败后 李毅还追击刘备呢 四十三比四十四 战绩八十八 关心深情谭雄 张包深情催雨 张包刺死下巡 关心斩的周平 这些人物全是虚构的 属于丰满夷灵之战的细节 战绩八十九 黄中斩的史记是虚构的 黄中战平攀章是虚构的 黄中被马中射死是虚构的 这里违背历史 因为黄中在夷灵之战前就去世了 没有机会参加夷灵之战 战绩九十 沙漠科射死甘宁是虚构的 而且违背历史 甘宁在夷灵之战前就死了 而且沙漠科在史料里没有任何战绩记载 四十四比四十六 战绩九十一 赵云斩朱然是虚构的 违背历史 超级魔改 第一 夷灵之战时 赵云没有与吴军交战 第二 朱然活到六十八岁 大死马级别的 二百四十九年才死 比赵云多活了二十年 四十五比四十六 战绩九十二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是虚构的 而且违背历史 纯子虚无有事件 四十六比四十六 战据九十三 赵云斩的金环三节 马带斩的芒牙斩以及孟霍势力的所有将领 全是虚构的 包括他老婆祝容夫人也是虚构的 只有孟霍本人是历史人物 诸葛亮火烧腾甲兵是虚构的 腾甲兵也是虚构的 但是并不违背历史 七情七纵史料有记载 这书语分满细节 四十六比四十七 好 诸葛亮北伐之前的战绩都讲了一遍 这就跟我的上个视频连上 下一场就是赵云斩寒家武将的虚构了 我上集说过了 对上了 整体看一下 最后的比分是四十六比四十七 有人说了 诶 你看 违背历史的还少一点呢 不违背历史的更多 看来三国演义里面 在诸葛亮北伐之前 刘备军的战绩只有一半是假的呀 非也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说的几乎全是虚构的 都是假的 只有几个事件是真的 而且即便是真的 存在的逻辑也和历史上不一样 只是说这九十多个事件里面 明确违背历史的 百分百不正确的 可以称之为叫错误的 或者叫魔改的 有一半 另外一半也是编的 只不过呢 他没有明确违背历史 但也不代表真实 这位说的 不违背历史就是真实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 关平关心 压根没有作战记载 张包费成年就死了 但这些人竟然在小说里面 能各种斩将 各种身群敌将 甚至能占平名将 虽然这些不违背历史史料 但你觉得合理吗 如果让关羽张飞赵云 多编一些战绩 当作分满细节说了过去 但关平关心 张包的战绩 真的说得过去吗 如果按真假来说 这90个左右都是假的 刚才说的主要是交战 诸葛亮说的很少 其实诸葛亮的情节 几乎也全是虚构的 像诸葛亮在毛炉上躺着睡觉 刘备站在身边 虚构的 诸葛亮初出毛炉 火山薄望 虚构的 诸葛亮火烧新野 水盐白河 虚构的 诸葛亮蛇战群如 虚构的 诸葛亮草杰剑 虚构的 诸葛亮借东风 虚构的 诸葛亮算出华荣道 虚构的 诸葛亮翻去周园 虚构的 诸葛亮给赵云三个警囊 提前预判 掌控局势 虚构的 诸葛亮用计取金兰 虚构的 诸葛亮抓无意 抓张刃 打下落成 劝马超投降 全是虚构的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火烧腾甲兵 全是虚构的 为啥呀 因为我之前说过 三国演义又叫 罗冠中浑川三国之 我是诸葛亮 继续热辣滚烫 66天瘦十九点八斤